在视频开始之前 我给大家看一幅图片 想必很多华人对这张图片都非常的熟悉吧 你们觉得这图片里面的这些人 聚在一起是在做什么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们是在维权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们在抗议 而我却觉得他们是在抢银行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贪称痴的称 称也叫称 称怒在佛教里面的定义 是对逆的境界生称恨 没称心如意就发脾气 不理智 意其用事 那么如果说人类的贪婪 是所有金融衍生品 以及金融泡沫的起源 那么称怒则是整个人类金融发展历史的绊脚石 为什么说称怒是金融发展的绊脚石呢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在中国江西南昌 2018年的一个案件 有这么一个养老院 它打的旗号是给老年人一个快乐的晚年生活 那么如果你买了或者投资了它的会员 你就可以免费入住到他们的老年公寓 记住这是免费哦 同时它还可以给你整个投资额度的16%的年华回报 作为你在整个园区内的一个生活费 这个听上去是不是特别好 但是却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老板就跑路了 这个时候有意思的一幕就开始发生了 首先这群人找到了这家公司 发现所有的人都已经人去楼空了 于是这些愤怒的群众就跑到了政府门口 然后让政府去还他们的养老钱 帮我养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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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刚好也在网上给大家录了这么一段 如果大家自己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网上去寻找 如果你们搜索南昌养老院跑路 就可以找到很多在南昌跑路的养老院 那么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政府最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以及维稳的考虑 那么多多少少呢 补偿了一些老人家的投资 那么这件事情也就平息下来了 并且我们再来深度的思考一下 这么做是真的对吗 那么在我看来这件事情不对 这件事情满满的其实透露的就是一个大众群体的愤怒 或者是让当权者妥协 为这些投资人的贪婪而买单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层次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可以看第一层的理解 那么第一层的理解会认为 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合法的方式来拿回自己的投资 那么是天经地义 同时他们也会告诫他们周围的人 说不要再去投资养老院了 因为养老院一定是坑钱的 这个时候他们的信息就会衍生出更多的人不相信去养老院 当然从某种角度上 他们确实也是保护住了自己的投资 以及保护住了他周围的人的投资 不会再上当受骗 那么这只是一个非常肤浅的理解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第二层的理解 那我们要知道 如果政府是出于人道主义 或者是为了社会的安稳 来去拿钱摆平了这件事情 那么最后的赢家肯定是这个养老院的拥有者 因为他拿到了这个钱 但这件事情又被政府所摆平了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政府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 政府的钱都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 也就是说 其实最终是纳税人 为这些投资人的贪婪而买了单 那我们再去思考 为什么这些人 要去为那些投资者 追求16%的年化收益 并且可以免费住养老院 这么高的回报的一个产品去买单呢 那我相信作为哪一个纳税人 都不会愿意去为别人的贪婪而买单 当然对于我呢 从事金融行业已经七八年的时间 我看问题可能会看得更深一些 那我们再来深度的剖析这个问题 也就进入到了我们第三层的思维 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件事情过后 很多的愤怒的群众会制造起疑论 然后他们就会去跟周围的人说 你看我投了什么什么东西 血本无归 如果我投了养老院 我血本无归 我就告诉所有的人 我投了养老院 血本无归 然后如果我再去投了个P2P 而某一个P2P出现了问题 我就会又跟所有的人去说 这个P2P都是骗子 然后如果我又去投了某个理财产品 这个理财产品又亏损了 我又去跟周围的人说 你看我投了某个理财产品 但是亏损了 所以所有的理财产品也是骗人的 那当这样子的愤怒的群众 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真正想要好好去做事情的那些企业家 就在这片土地上面失去了最良好的生存环境 因为他们会被一棍的打死 然后他们真正想好好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发现他们根本无法竞争过 那些完全不想好好做事情的企业 甚至有些企业从成立的第一天就准备好了跑路 那么他们肯定能够开出比一些好好想做企业的人开出来的条件更好 去吸引更多的投资 去在短时间之内吸引更好的投资 那我在第三层的思维上面 其实我是真正做了一些调研的 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你故事的另外一部分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真实的故事是这家公司是一家非常有良心的企业 他们真正正正是想把这个养老院和养老园区做起来 但是由于一家不良的养老院 他真的是想成立的当天就是想去跑路的 所以他在这家公司还没有完全完善这个园区的时候 就已经跑路了 导致很多愤怒的人或者是说恐慌的人来到这家公司去赎回 那么一开始老板觉得我自己自有自尽 而且我建了那么大的生态员 我是不可能跑路的 那么我也希望把这个整个项目做完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项目之后 肯定就认为他是实实在在做 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愚昧的人或者恐慌的人 他们不这么看 他们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假象 一定要把钱赎回 但是我给你们看一个真实的图片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一个真正想要跑路的企业家 他会造出那么大一个园林 而且这只是一部分 他还有很大很大的接近半座山的这些项目都还没有开发 那么所有的这些投资人的钱 其实都进入到了这个项目当中 他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把这个钱取出来的 所以这也就发生了挤兑 那么当一个企业家遇到了不停的挤兑 甚至有这种恶性的暴力的挤兑的时候 他就会去想 为什么那些不好好做事情的 反而卷了钱走掉了 可能在海外生活的非常的舒坦 而自己却要承受那么多的挤兑 而且还背负那么多的骂名 那要不我也跟他一起走了吧 于是乎他也卷铺盖走人了 那么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另外一半故事 而很多人都因为愤怒蒙蔽了双眼 只看到了故事的一部分 而真实的故事是一群投资人的恶性挤兑 使得真实想做事情的企业家 捐款外逃 那么总结这个故事来说 称怒其实是会让自己失去理智 而为自己的愚昧和贪婪 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 称怒不仅仅对自己有伤害 对他人而社会 称怒也会有更大的危害 因为称怒会促使其他人 也产生仇恨之心 而且由于第一个人的愤怒 他并不会告诉其他的人 他愤怒的原因 导致其他的人会莫名的愤怒 甚至恐惧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称怒是整个金融发展历史 过程当中的很大的一个半角石 因为称怒轻则可以危害 一个家一个村庄 重则可能会危害一个社会 乃至一个国家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中国的金融交易量 是非常大的 但是其实在金融衍生品上面 以及金融的这种管控上面 其实是非常弱的 这主要原因 是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 看不见的手 去打破整个金融的平衡 其实我们说 其实整个金融行业 大部分的这种产品 都是零和游戏 有赢就一定会有输 但是如果你要打破这种平衡 那整个金融的发展 就会陷入一种不平衡的畸形发展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佛教当中的 这个大制度论里面 曾经说过 就是称怒是三毒之中最重 其旧最深 也是各种心病 最难医治的三毒之一 那么很多人也可能会问 就是如何去修炼自己内心 让自己内心平静 然后减少称怒 对整个自己理财行为当中的影响呢 那么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就是学会记笔记 在整个投资过程当中 所有人都会亏 就巴菲特最近也亏了非常多 那更不要说我们烦人 但是亏损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亏损之后不总结 而把所有的矛头和责任 都指向了别人 那么到最后 自己的亏损的钱也回不来 同时自己也没有因为 交了这份学费 而学到了任何东西 那么下次你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那你在每次亏损的时候 都去做总结 而不是去发怒 去指责别人 那么你在未来的整个 理财道路上面就会有更多的经验 可以吸取 那么就会更加的顺利一些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